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 哲學星期五報導者之夜 不過我今天在開始之前還要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有個哲學家叫阿剛等 然後他裡面提到一個觀念叫做 Homo soccer 他意思就是說 生人 被犧牲被當初生的一種 對 一群人 那不管是移工 在不同的地方 那哲學裡面會有專門討論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犧牲了生人類的人 就是有一群人會有個制度把人放在一個邊緣的狀態 那我們再一次熱烈的掌聲 歡迎報導者的兩位講者還有邵琴 我們先熱烈的掌聲 大家好 我是林田裡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 就是包括哲舞的支持者 還有報導者的支持者 那我們今年三歲了 就是在第一年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我們活不到三年 那因為我們的文章很長 應該還沒有人想要看長文 那還好我們活過來了 我想是有包括很多像你們一樣 用金錢少了贊助 或者是說常常分享我們的文章 然後可以新聞專業 所以每一篇文章一點肯定 那我今天鼻音比較重 這樣可以嗎? 聽得清楚嗎? 好 那我今天跟怡婷的分工 大概就是我會講比較結構性的問題 其實寫淚與成這個作品 一直跟著我們長達兩年多 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感情 那我想我可能沒辦法幫怡婷代言 可是2015年一直到2016年 就是在一個非常榮然的機會下 因為一個觀察員的謊談 我還記得那個謊談是四個小時 我們本來只是要寫一個觀察員的生命故事 沒有想到他就是不斷的牽扯出來 一個海洋的糾葛 那因為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想文章是比較快速的 有結構的跟大家分享 在過去兩年之間 報導者在處理邪淚與成一部曲跟二部曲的時候 我們整個心路歷程 然後我會給大家一個比較結構性的概念 那待會怡婷會特別深入的去講 她進入到柬埔寨 也就是邪淚與成二部曲 我們在談我們怎麼捲入人口三億的風暴 正好我們要麻煩一下 已經是我的PDT的人 好 那後面也有call point 這邊也有 如果大家覺得看不到 可能可以轉移的位置 或是調整一下你的角度 我今天要跟大家談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想跟大家 因為有很多人沒有看過寫了一部曲 所以我還是要 wrap up 一下 就是說到底台灣女療癒有多厲害 第二個部分我會帶大家來看 這兩年我們怎麼追蹤奴役制度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這是一條由奴役哭成的道路 第三個就是 為何我們會捲入人口販運的風暴 那我先來看台灣女療癒有多厲害 其實台灣大概重要的四個港口 從蘇澳 基隆 前鎮一直到東港 這是最重要的四個女療癒的港口 台灣多少佔全球人口只有0.36% 可是台灣也有全世界最多的船隊 大概是1500多艘 那如果正是每天在運行的 大概就是不超過1100艘 那台灣有這麼大的圓洋漁業船隊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們到底 我曾經給他一個標題叫做 台灣圓洋漁業的大圍路賣 那左邊跟右邊就是台灣兩種最重要的圓洋漁業漁法 一個是微網船 一個是岩神釣船 那一天它的網子就是2.2公里到2.5公里 一天它可以抓多少的魚 那岩神釣的話它是50到100公里 也就是台北到新竹的距離 我們曾經有估計過 在中西太平洋的微網船 大概一年可以製造8億個魚罐頭 那大概就是繞地球一周半 那因為台灣的圓洋漁業大部分都是外銷的 所以大家吃到的很多的魚 其實都是嚴禁海的魚 圓洋漁業的永當的外銷等其他國家 包括歐洲加拿大、美國 包括日本 像日本吃的很新鮮的生魚片 有五盤裡面就有兩盤是台灣抓的 好 那在這兩年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自己非常的汗顏 就是剛開始接觸圓洋漁業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台灣圓洋漁業長的什麼樣的風貌 完全不知道 我們很喜歡吃海鮮對不對 很喜歡去吃沙西米等等的 可是好像台灣只有所謂的海鮮文化 但是對於遠洋漁業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遠洋漁業這個產業有多龐大 它怎麼影響到世界 我們甚至怎麼樣透過遠洋漁業的這個產業 去殖民了其他的地方的人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那這個圖表呢 是我們那時候 我跟怡婷還有另外一個同事 鄭漢文 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畫了一個草圖 其實從這個草圖 就可以大概知道 在整個遠洋漁業的厲害關係裡面有哪些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就是遠洋漁業 我某種程度來說 它的文化跟價值大概是怎麼樣 譬如說在這邊 你會看到 裡面有人會說 一條黑鮪魚跟一個人 同時落海的時候 你要去救那條黑鮪魚 為什麼 黑鮪魚其實就是一個 那個オトバイ的價格 可能就是7萬塊 10萬塊 因為人落海了 你還不一定找得到 但是 這是很諷刺啦 就是我們一艘船出去 然後我可能好幾百萬的流出去了 我一定要讓整個漁船滿載 所以在這一艘漁船上面呢 最大的空間都給了誰 魚艙跟油艙 它最大的空間還不是給人住的 那在台灣一千五百艘漁船裡面 大概有六成五的都是小吊船 而且都程度都是一百噸以下的 那你知道我們曾經上過那個CT4 是五十幾噸的漁船 上去了以後 其實漁工住的地方是 你真的要匍匐前進才能看 才能夠進到漁工住的地方 然後他用這樣陽春的簾子挖起來 那旁邊可能是他貼了他家人的照片 陽光是進不來的 那他們的門是開閣的 不是打開的 是推門 所以風浪大的時候 那個浪打進來 其實你全身就濕了 有時候還是得穿著雨衣在裡面生活 那這個是一個 一個遠洋漁業的狀況 就是說我出海了我一定要滿載回來 我不能空手而歸 那我的空間上 我的安排上 我都是為了漁 然後我是為了漁獲而存在 所以在這邊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呢 它就是非常有階級 譬如說在這邊 我們這邊講的是一個比較小 這個是幹部 幹部那就是船東啊 或者機長啦 魚撈長啦 然後這邊是漁工 人與人之間有非常嚴重的階級 這邊的漁工從過去的 就是台灣漁工 後來變成很多原住民的阿美族漁工 然後到後來的中國漁工 當然1990年代以後 特別是2000年後 大概都是外籍漁工 那這些漁工呢 通常分很多國家 有越南 柬埔寨 在泰國 菲律賓 然後包括我們 就是全體電影也有 可是這些漁工裡面 漁工跟漁工之間 又有階級之分 譬如說菲律賓的漁工 他學習能力很快 然後他會英文 所以菲律賓的漁工 通常地位會比印尼漁工 或者其他的漁工 來得好一點 那現在的話 大家都覺得 柬埔寨漁工 非常的聽話 當然所以很長一段時間 待會兒可能會分享說 為什麼後來柬埔寨漁工 會變成這麼的炙手可熱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譬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階級的展現是 船長或者是魚撈腳 他可以有更大的個人空間 那漁工的話 他就是 就聽命行詩 他的工時非常的長 好 那我們再看這裡面 因為 一出海 其實有非常多 uncertainty 有很多不確定的狀況 在裡面的 masculine 為什麼女生其實 沒有辦法上船 那時候包括說 我們要上去做採訪的時候 我們最後本來是決定 我們的攝影上去 因為 在預傳上 基本上是不希望 女生上船的 那 這裡面是非常陽剛的 包括說一個漱口碑可能 他就可以成為一個致命的武器 他可能 就是講不聽的時候 他就用這個漱口碑打你 那這個都是遠陽漁業上的文化 他很像軍隊的文化 他非常的陽剛 他非常的殖民 他非常的全空 那我們在畫這個圖的時候 也發現說其實遠陽漁業 之所以這麼複雜 我們也那麼難以進入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stakeholder 實在太多的 他的厲害關係也包括岸上的船東仲介 那第一次我們在做一部曲的時候 中介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難接觸的 因為他們invisible 他們也不喜歡跟記者說話 甚至船東也都很難接觸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一艘船出去 大概就是兩三年 他們可以靠台灣的 台灣的遠陽漁業非常厲害 他們可以不靠 他可以靠所有的補給船 補給油 然後補給食物 然後這就構成了台灣遠陽漁業 非常壯麗的 這個豐盛的這個harvest 那當然在兩千年以後 有所謂的RFMO 這個是指國際漁業組織 包括說漁業資源越來越少了 所以包括大西洋 印度洋 每一個洋區都有自己的國際漁業組織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2015年 會拿到黃牌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發現台灣的漁船很會捕撈 那過撈或者是洗漁的狀況 非常非常嚴重 好 那剛剛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台灣遠陽有多厲害 海澱我想跟大家講 就是這兩年來 我們在追蹤漁工的過程當中 那難道是正文的miserable嗎 我們用了幾種方式 我想今天GP的朋友也在 然後少奇也在 其實不管是人權問環保團體 或者是調查媒體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都很辛苦 我們有幾種source 當然最基本的source一定是文件研究 包括說報告 曾經包括美國AP 或者是英國的媒體做個調查報告 或者是我們現在可以找到的監獄的報告 政府不能決議 以及國內外的勞動法規 但對報告者來說 我覺得我們有幾個突破點 我覺得是這兩個 就是第一手的訪談 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突破了 包括外籍漁工的訪談 國內外觀察員的訪談 那傳統與眾界的訪談 還有獄中受刑人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們自行挖掘的文件 也都是包括我們要非常authentic 我要第一手拿到漁工的護照 船員證他們的合約 還有包括檢調的資料判決書 還有包括漁船上的影片 這是為什麼我們用這麼多的證據 必須來證明說這是一條奴役之路 這個奴役之路不是我們自己編造的 就是我們有這麼多的elegance 潛淚漁場一部曲的時候 我們是透過我想這個 可能有蠻多朋友看過 就是說 這也可以上網找到 這個Suprianto的影片 我們有一個七分鐘的紀錄片 那其實台灣有些 包括GP還有TIWA也都 做過相關的報導 這是印尼的漁工 我們透過一位印尼漁工之死 就是Suprianto之死 來看台灣遠洋漁業的造假多確 那這個要跟大家講一小故事喔 雖然有農委會的朋友在 也沒關係 我記得我在2016年 2016年對不對 採訪漁業署的發言人的時候 他是副署長 那我就問副署說 那請問一下台灣遠洋漁業的漁工 每一年在台灣死亡 或者是受傷的這個人數 我們有沒有統計 我非常深刻的是 他告訴我說 死的都是台灣人 十年間台灣船長和台灣幹部 被疊寫的案件有23件 意思是什麼 沒有外國人死亡 或者是說我們沒有登記 因為死的都是台灣人 那其實因為這兩年 報道者在追蹤 不管是漁工或漁工的議題上面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跨國的國際報道 大家知道如果在日本 一個外籍移工 不一定是漁工 任何一種移工 在日本如果死亡或受傷 他每一個人都是有登記的 他為什麼受傷 他為什麼死亡 台灣沒有就是數字 所以死的都是台灣人的時候 我們當然做了很多的周邊的採訪 包括說去外海巡述 有上過遠洋漁船去巡捕的 他們說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通常是因為船長他可以打衛星電話 他可以在自己的台灣的裡面打衛星電話 但是漁工是沒有打衛星電話的機會的 那當漁工們受虐的時候 通常他們才會齊而就是跟船長換 那這個整個過程當中就是 我們發現當官方沒有辦法 為這些invisible 或者是為這些受害者說話的時候 受害者只能為自己說話 或者是我們這些可以拿筆 或是跟自己影像工作的人 來為他們說話 所以這個第一部曲也歡迎大家 因為文章都在報道者的網頁上 然後我們後來也出書了是 就是這大概是我們五十萬字的coding裡面 出來的就是整理出來後來有七萬字的一個報道 就是寫了一場 那透過這個Suprano個案 我們開始可以很確認就是 這條奴役之路不是沒有道理的 而且它是真真實實存在的 做完一部曲以後其實我心裡面就是一直常常跟怡婷 murmur 我就說 這個可以想像嗎 我就一直掛著一個案子 這是一個乘封很久在2011年發生 但是一直沒有被好好對待的一個案子 它叫巨洋案 那巨洋案已經讓台灣的仲介就是在牢裡面蹲了五年 可是我發現好像沒有一個完整的報告和完整的陳述 來說服我或說服台灣人說 為什麼這個人權立國的台灣會陷入會捲入人口販運 其實我們在做調查報導就是很不會take no asset answer 就是到底怎麼回事 沒有人可以說清楚嗎 那我們要不要說清楚 所以這兩年來我跟怡婷一直在溝通就是 有沒有可能我們把這件事再挖下去 那時候一部曲的時候更沒有想到我們要做二部曲 所以這過去大概半年到一年中間 我們斷斷續續 當然我們身上都有很多案子 可是巨洋案一直在掛在我的心裡 原因是因為它牽涉到的是七百到一千人的外籍愚工 他們的權益 那這個案子雖然是2011年發生的 但是到2018年美國國務院的房治人口販運報告書 還是在談這件事情認為台灣並沒有給一個很好的說法 那這個影片其實我們做了兩個月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喔 可是它其實是四百個漁工他們的護照 我們每一個拍照然後裁切 那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所有漁工在我的眼裡好像看起來都是很渺小很微不足道 但是當你仔細去看每一個人頭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他們都是有面孔的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知道其實他們是有生命的 是火生生的為台灣遠洋漁業在付出的人 雖然他們在底層但是他們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那時候我們跟工程師還有設計師思考就是希望這個像 像他們的命運啦就是被風吹來 他們就是在海洋上像一陣風一樣 如果說我們不take care 他們其實可能很他們消失了 他們失蹤了或是他們死亡了我們也會知道 好 那 今晚漁工的成長其實你可以看到 從2006年到2018年 它是以4.5倍的數字在成長 從4200人到現在是2萬人喔 我們其實待會兒伊婷會談一下 就是他到可能會主要著重在到柬埔寨 當然之前到印度 我們走訪這個奴役之路 其實是想把這個拼圖拼起來 就是從這些漁工上岸的來源我一直到台灣 然後到上船 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 因為如果不知道他們經歷了什麼 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個奴役之路是怎麼鋪陳的喔 那這一個呢是在高雄小港 我們跟著一個仲介 那仲介先把這一群漁工帶上來登記一下 像這些孩子們都會說你問他幾歲 他一定會說他超過20歲 因為如果他不滿18歲 他是沒有辦法在船上over night工作的 所以其實有些人看起來非常年輕 即使他15、16歲或40歲 他可能要告訴你他20幾歲 那這是他們的第一站 這是我記得是在高雄的民生醫院 他們要做登革熱的檢驗 所以他們必須在那邊 確認自己沒有登革熱以後才會到下一站 這是過去十幾年來台灣 就是應該不要講囚禁 應該講說讓漁工第一站住的地方 如果他們不是在其他港口上岸 在台灣上岸的話 這個叫案治所 在這個案治所裡面 他們大概平均的生活空間是0.47坪 那你知道我們在牢房裡的生活空間是0.7坪 所以他們的生活空間其實比牢房裡面的犯人還要小 大概這樣的一個空間呢 可以有40到50個漁工住在這裡 那這邊的窗戶都是密閉的 是沒有辦法打開的 那我們這個是二樓 像一樓的地方我會看到他們會有電擊棒 然後會有警棍 原因就是因為很怕他們逃跑 那當然他們的理由就是越南的漁工非常會逃 他們到了有機會他們就要逃走 但是因為監察委員王美玉在今年的時候 已經就是說認為這個事業違反人口販運防治法 所以已經要求把案治所要關掉 關掉案治所以後這些漁工之後呢 這個是他們在上面 這是之前的 就是去年之前 漁工到案治所以裡面 每一個東西都是要錢的 譬如說可樂66塊 炒蛋一份132塊 那案治所取消了以後 因為從今年開始取消 他們現在就直接上船 也就是幫船東顧船了 他可能是在這邊待7到10天 然後等到這個船整補補給好 然後他們再開出去 那我還記得也是在去年 我在分享的時候 在分享一部曲的時候 的確我們很深刻的感受就是 其實我們要的是勞動力 但來的是人 那這些人非常的多 那不管是仲介和船東都希望要的是 要乖 要奴 要聽話的工 待會一定會講更多 好 那為什麼我們說 這些漁工來 他其實有自己的工作很好啊 也許他在自己的家鄉找不到就業機會 來這邊有一份工作不是不錯嗎 為什麼你要說他是奴隸之路 那我有幾個很關鍵的原因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在1990年 1980年其實已經有台灣船東 大量的用外籍的漁工 可是一直到2002年 當時的農委會跟農業 就是農委會 就開啟了一個叫做 境外僱用非我國籍傳言許可管理辦法 也就是這個 當這兩套法令脫鉤的時候 境內僱用的漁工是用勞基法 那境外聘僱的是用 這個就是 僱用非我國籍傳言許可管理辦法 勞基法的所有的保障 包括說2萬多元以上的錢 他們是拿不到的 因為境外聘僱的漁工 他們的薪資就是從150美元 200美元 250美元到300美元 你可以講300美元那時候 大概有9000多塊台幣 他們拿到的薪水就是這樣 那當你開了一條大門以後 我反正我船東 我不用透過勞基法 我當然想要用便宜的漁工 也就是這個境外聘僱的制度 完全開啟了一個奴役之路的第一步 那你說境外聘僱的影響是什麼 第一個它人數非常難管控 那政府也難管 20年來剛剛看到那個曲線數字 就是有2萬多名 但究竟多少名呢 我們在第一次元洋漁業跟Temple合作的時候 跟印尼的叫場媒體Temple合作的時候 我們問了印尼的外交部 那印尼的外交部告訴我們 因為他們在各個地方都有大使館 對不對 他說台灣的船 印尼的漁工上台灣漁船的人數 可能超過3萬名 這有意思 我們total的漁工 境外漁工只有2萬名 那其中這裡面包括1萬 幾乎八九千名的印尼漁工 可是從印尼外交部的統計 上台灣漁船的可能就有3萬名 所以這裡面呈現巨大的黑數 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漁工 是從境外的港口上去的 或者是他們通過叫做搬運船 運搬船 然後轉載 然後到其他船上 那當然就是我們問漁業署 怎麼樣控管和管理這些名冊 因為有大量的黑數 他說當然是中央管理 但是地方政府 包括基隆市 然後宜蘭高雄 那高雄當然就是最大的 因為他們每一年大概 有一萬名的漁工 都是從高雄市這邊申請上來的 可是高雄市的護局長 告訴我們 這艘船在國外 我不可能知道啊 漁業署在港口有派人 但也不可能每個港口都有人啊 那我們海洋局也不可能出外面啊 所以又不像固定的工廠 勞動部要去查 隨時可以查 怎麼查 所以只能書面審查這些文件 我們審查好了 再把名單副本交給漁業署 那你知道副本名單交給漁業署 結果是什麼 就是樹枝高隔嘛 因為他不會再度審查 這是為什麼 我們前一陣子有大量 在去年7月 2018年7月的時候 我們在烏拉規會有 200多位 247位的北韓漁工 但是這都不在漁業署的登記上面 因為這些都是幽靈漁工 沒有人知道 原來他上了台灣漁業漁船 接下來拼物林港 第二個就是想像的錯字 大家知道 就是有念過法律的 我知道 這邊有很多那個什麼 呃 實習還是什麼 服務業的法律律師 我們知道說 船舶還有飛行器 都是國土的延伸嗎 但是就是因為境外拼估 真的大開了大門 所以行政院 我們去找在2013年9月25 他有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很有意思 不宜以抽象之管轄犬 觀念將境外海域之漁船 視為我國領土的延伸 也就是拍謝 那個是浮動領土 浮動領土 我管不到喔 那我們這一次訪問了海大 海大已經退休的國際法教授 黃毅 他現在人住在澳洲 那黃毅老師跟我講 他覺得很有趣 他說這根本就是一個 本末導致 如果是這樣子 你遠遠漁漁船你不管 那為什麼漁船上 船長的職權 漁貨物你要管 船位定位你要管 因為所有的船出去以後 它的VMS就是它的定位 你都要掌握喔 那為什麼所有的 使用台灣法律 唯獨你不想管的勞動法 就不適用 大家可以理解嗎 跟人有關的我不管 跟漁貨有關的我才要管 好 那除了這個境外庇護制度 我覺得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有一個很特殊 在台灣的傾聽下 有一個很特殊的 叫FOC傳 它的英文名字叫 Flex of Convenience 就是全遺傳 也就是披著其他國家的國旗 不是披著台灣的國旗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其實在90年代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 台灣的法規好像有點嚴格 那我不如就去其他國家 像我去萬納度啊 貝里斯啊 那中西太平洋 那個小島 也不深大的地方 反正也沒關係 我就成立一個paper company 我甚至也不用去 我請一個代理商 幫我繳一點費用 那我就可以掛上它的國旗 到公海去 到其他地方去捕撈 那我的捕撈的漁獲 我也不用回報 這個是全遺傳一開始 是讓很多船 它可以不要負責任的好理由 那台灣的全遺傳 因為在2000年實在 就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所以當漁業資源少了 你又那麼會捕撈的時候 所有國際漁業組 就開始盯著你台灣看 於是我們在2008年定立了 就是投資非我國籍漁船管理辦法 這個辦法就是告訴你 船東如果你要掛其他的國籍船 你必須跟漁業組回報 因為一個船只能有一個國籍 如果說你要從台灣出擊 到其他國家 你必須跟我回報 那目前有回報的是276艘 但是真實的數字 遠遠超過這個三倍以上 那我畫這邊點點的就是 曾經我們掛了那個 那個國家的國籍 但是這個國家曾經因為 IUU也就是 Illegal Unreported Unregulated 這種非法捕撈的狀況 被寄了黃牌或紅牌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是登記在那些 比較不受規範的國家 我們希望逃避法律 好 那除了剛剛講的FOC船以外 還有一個叫Fenton Owner 也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在台灣的體制下 都會出現的叫幽靈船東 大家還記得兩年前 被索瑪利亞海盜綁架的 這個余老長 他被綁架了1670歲的天 那時候第一次看到神大哥 說他非常瘦 那現在都吃回來了 胖回來了 神大哥就是在一艘 叫Nahan三號的船 這艘船非常的fishing 他怎麼樣fishing房 因為他登記在阿曼 阿拉伯半島東南方的阿曼國 但是他出資的是一個台灣人 但是他真正在阿曼國家 登記的那個老闆是誰 其實不知道 有人說他是中國人 神大哥跟我講說 是這個叫陳述的中國人 但是我們現在都還不確定 那羽約署到現在還沒有開罰 因為當然沒有邦交的關係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調出說 到底這個Nahan三號是登記在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人的身上 以及我們台灣的持有者的股份 有超過51 如果台灣持有者的股份 沒有超過51的話 對不起台灣也管不到 也就是有這樣的幽靈船東 那這個就是Nahan三號 他是一個20多年被日本淘汰下來 日本也很厲害 現在日本捕魚了 因為他知道我要管你這麼多漁工 我不要 那他跑了很多淘汰的漁船 在過去20年間就賣給了台灣 好 那這一個人叫Anton 我是在領署上找到他的 他是Nahan三號的受害者 他現在已經回到了菲律賓北部 那Anton跟我講說 他其實在過去六年半 也就是Nahan三號被這個海盜 索馬利亞海盜加持的時候 大概四年半的時間 那我說那你在六年半 你在上面工作兩年 然後四年半被加持 你到底拿到多少錢呢 他說我拿到4600美金 大家換算一下其實就13萬 13萬除以六年半我算過是58塊 那如果只除以他兩年 那個四年半就當做很倒霉 被索馬利亞海盜囚禁好了 也不過是170塊 所以他用一個英文字跟我說 他說你們台灣傳動真的非常EVO 他說非常EVO 那問題是在這種Fenton Owner裡面 其實你不知道到底是誰是傳動 因為他的合約是跟其他新加坡的仲介簽的 然後這個仲介再把它賣給台灣傳動 奴役之路的陳英三 待會我就讓怡婷講 所以有境外聘僱的這個制度開了大門 他跟勞基法一點都沒有關聯 他就脫鉤了 那第二個剛剛講的就是FOC傳 或者是這種Fenton Owner 他存在這個遠遊世界 那些台灣 台灣算是在裡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第三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從中間到傳動 在這整個剝削為主要競爭力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是怎麼練成的 那待會一定會補充 第三個部分我要跟大家很快講 就是人權立國的台灣 為何捲入人口販運風暴 我一開始也覺得這個概念好複雜 但是我想用比較簡單的概念跟你們說 其實台灣並沒有像是 你說在地中海常常會有很多難民 他可能就被販賣去做 去從事性交易對不對 或者是做暴力 然後或者做各種犯罪 台灣其實不是組織型的人社集團 但是為什麼台灣會捲入所謂人口販運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 就是在這幾年 因為人權的指標提升了以後 大家認為 trafficking for forced labor 也就是利用他人弱勢處境 而出現的奴工販賣 他可能是一種人口販運 好 那你可能會問我說 那不就是你請我願的商業機制嗎 我剛剛也稍微談到 那既然我願意上去做辛苦的工作 你要說這是我被人口販賣嗎 你要說他來人口販運我嗎 所以在這裡面 奴工販運有光譜的 也就是大家想一想 大家看我這邊 來源國上來了以後 你可能會遇到什麼 包括說他第一個可能會遇到合約的問題 我有沒有看合約 其實很多漁公司沒有看合約的 他是仲介就是讓他非常少的時間 根本沒有讓他閱讀合約的機會 第二個他要上到商船還是漁船 他可能都不知道 像剛剛我講的Anton 他本來以為他要去的是新加坡的商船 他更不知道要上台灣的漁船 上到了船以後 他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我們剛剛這邊講的on board 從recruiting開始他可能就會有問題 on board他會發生什麼狀況 有可能是工時非常長 有可能是他家人根本沒有拿到工資 因為他上去兩三年可能半年才跟家人通一次電話 也有可能on board是發生什麼事 在漁船上面有abuse 有physical abuse 這也會常發生在漁漁船上面 或者是靜靜態也有可能 到了最後exit 他根本沒有辦法自由的進出 譬如說你現在想從一個地方 quit 對不對 我說我不想在還資工作 我不想在報道者工作 我想在金鐘看工作可不可以 我就走了對不對 但是這些人他如果要離開這個工作 他基本上不一定能夠自由的離開 他可能會有很多的 不管是threaten 或者是恐嚇威脅 也告訴你說你這樣會拿不到錢 也就在整個這個練的過程當中 當你有更多違法的事件的時候 你就有可能觸犯人口販運 所以從非常小的meyer的勞資爭議 到強迫勞動到現代努力 可能到人口販運 那如果要講這麼複雜 這個紐西蘭的教授 他曾經畫過一個這麼複雜的線 也就在每一個階段裡面 這麼長的階段裡面 只要有任何一個階段你是強迫的 或是coercion 或者是我剛剛講述的那些 都有可能成為人口販運的指標 那我大概先談到這裡 接下來我就讓怡婷談談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奴役之路 從仲介到傳動的過程 大家好 我是報導者的記者蔣怡婷 然後在兩年前的時候 也是跟雪莉一起做了 就是血淚漁場這個專題 對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做完血淚漁場以後 就是2016年嘛 那在這兩年之間其實我們可能 都各自做了很多不同的報導 不過在這兩年間其實 就是我還是持續的跟 Suprianto的家裡有一些聯繫 就比如說了解說 現在這個案件它的進度到哪裡了 那這案件的進度就是 在台灣它的刑事庭也 就是 反正就還沒有開 真正開始 然後民事庭要到1月22號 才會正式的開始 所以意思就是 在我們報導結束這兩年 Suprianto的家人是 就是還沒有得到任何在台灣法律上面 給他們的一個爭議或是公道 那另外的話就這兩年間 其實像是就是少奇啊 或是像綠色和平跟麗華姐 其實也不斷的出來為這群愚工發聲 就是這兩年間還是有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案件持續的在發生 那這兩年間還有另外一群人 也不斷的在對我發出一些聲音 那這人就是總結 就是其實在兩年前的報導結束之後呢 就是我在第一次做鞋類語場的時候 我接觸到仲介 他就不斷的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 你怎麼會寫我叫做剝削啊 我說對啊 你們就是剝削啊 然後他就說沒有 那這就不是剝削 他就開始跟我討論了很久 所以我們兩個就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概談了大概五六次以上 然後就無疾而終 他就說我覺得我不能跟你談下去 但是在這兩年之間的每一次 漁業署修法的每一個過程裡面 他就會再打電話給我 跟我說 這一次這個就是做不通啊 就是現在這個方法就是很爛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說 做仲介這個行業真的很累 然後複數非常多壓力很大 大家都覺得我們就是沒有良心的人 連殺人犯大家都不會這樣對待他們了 為什麼大家要用這樣的標準對待我們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我漸漸的 對這個人跟他後面的整個產業 產生更多的好奇心 因為當這個人在跟你談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某個層面的時候 是有點真誠的 所以你沒有感覺到他在騙你 或是他在刻意的欺瞞你事情 那其實也在後來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漸漸發現說 其實在那個報導之後 我們確實對於仲介業 還有很多的不了解 所以在這一份報導之後呢 又過了兩年的期間 然後雪莉不斷在我旁邊 ACO巨陽案 他說巨陽案最近要不要去一下 就是你去 對柬埔寨有沒有什麼了解啊 什麼 我說我不知道柬埔寨 然後在今年5月的時候 其實GP就開了一個 針對巨陽案的一個報告 然後其實從這個報告裡面 我們也看到一些曙光 就是在那個機會裡面 我們也跟就是律師和平 有很多的交流 所以在那一次之後 我們就認為說 就其實那一次之前 我們也有非常多的探訪 後來我們就想說 對 仲介這個行業 我們需要更多的了解 所以在那之後 我們其實就開始想說 我們要針對仲介業者 跟整個招品制度 以及這個巨陽的案子 去探索更多的事情 以及說巨陽案 到底是不是一個成年的案子 這件事 所以在那個報導以後呢 我就開始不斷思考 我就跟雪莉在思考 說到底仲介 在遠洋漁業的供應店 它到底在什麼位置 跟為什麼我們在台灣漁船上 大家可以看到 不只印尼 泰國 越南 菲律賓等國的漁工 甚至有北韓的 柬埔寨的 萬納度的 世界各地的漁工 那大家如果在印象中 如果接觸到家事工啊 或是廠工 其實都是來自於越南 或是印尼 或是馬來西亞 等等的國家 但不會接觸到 其他這麼多國家 所以我們很想知道說 為什麼遠洋漁船上面 漁工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呢 那這群仲介他們口中的 我們不是剝削 到底為什麼又造成了 我們看到的 強迫勞動跟人口販運 這樣的一個結果 在今年的 就是過去的半年間 其實我們就開始 不斷地去接觸各個仲介 那在兩年前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難打通的過程 就是其實仲介對外界 是非常非常的抗拒 跟非常的排斥的 可是在今年的時候呢 他們其實 就突然對我們釋出了一些善意 那這過程其實是因為 在這兩年間 漁業署的執法越來越嚴格了 然後跟外界對於境外漁工 跟台灣的遠洋漁業 越來越重視了 那這群仲介他們也覺得說 他們好像必須說些什麼 就他們覺得他們好像 也一直忍耐了很久 很多事情大家並不了解他們 所以我們就開始一一地突破了 不同的仲介 然後後來約訪到了 大概五六名以上的仲介 大概接近 大概差不多這麼多的仲介 然後跟他們 以及他們介紹的一些朋友們 然後我們就開始慢慢了解 整個仲介產業 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跟他們到底為什麼 要去世界找不同的漁工 在了解仲介以前呢 其實還是要把他們放回 整個台灣遠洋漁業的這個產業 去看待他們 就剛剛雪莉有提到 就整個遠洋漁業的一個架構 那其實仲介他們 就是在整個遠洋漁船的供應鏈裡面 其中一個供應商而已 就大家可以想像嗎 就是漁船上面有供應油料的供應商 有供應五金的、凍菜的 任何的就是機械用品的 那他們供應的就叫做人 就是漁工 那這個漁工這個產品呢 它又是這個遠洋漁船上面 非常低價又可替代的一個產品 就它不像油價 就油價它是 如果今天世界的油價要漲價 你是沒有辦法去抗拒這一切 但是漁工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產品 它是可以被壓抑在那一個價格的 就是他們會認為說 如果今天印尼漁工的價格漲了 我就不要去用印尼的 我就去越南柬埔寨 或是更窮困的國家去找更便宜的漁工就好了 這些漁工它是不需要任何的技術 所以它只要上船以後再學就好了 或是他們也不用什麼英文能力的技巧 反正它要是不聽的話 我們用肢體的方式就可以去代替語言的調教 所以這是他們那時候的想法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呢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可替代的低廉漁工 其實跟台灣整個漁業的政策 跟漁業的這個產業的發展模式 他們要去追求更低的成本價格 更壓縮那一個就是 因為現在漁業其實真的 不是非常好做的一個產業 他們可能去像世界各地的 島國要去捕捞的時候 他們就要花每天的錢去買漁泉 然後價格越來越高 油價也越來越高 然後他們可能出去的這一趟流行 就非常的昂貴 他們唯一能夠去控制的 就是這些漁工的價錢 所以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的境外聘雇制度 那在1991年的時候呢 其實政府就開放聘雇中國漁工 中國漁工在那個時候 是一個非常夯的選舉 然後也在這樣子一個前提之下 其實台灣非常多的人 只要跟漁港有點關係了 他們都發現這是一門好生意 所以我們訪問了幾民眾 其實他們也就在1991年這個前提 這個時間點進入到了 就是中介業這個行業 因為那時候呢 台灣的鮪魚捕撈量非常的高 然後是認為是最好的時期 所以非常多人在那個時候進入 但是到了2002年的時候呢 大家有聽過海上船屋嗎 就在以前中國漁工是不能上岸的 就是他們有一條紅線 就如果你超過了 就會被趕出去 所以他們呢 就是只能睡在那個漁船上面 但是在2002年的時候呢 這個海上船屋就失火了 所以這些漁工他們就被困在海上 那中國當局棋就認為說 這也太危險了吧 就是不想要讓他們的漁工來台灣工作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 就開始跟台灣政府有一些協商 然後在那個時期 禁止了漁工來台灣工作 在這個時間點呢 台灣的重計們非常非常的緊張 因為他們以前都大量仰賴 可以跟他們溝通的 便宜的中國人來台灣工作 所以在那個2002年的時候呢 重計我們就在想說 那我們要去更好找漁工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去了印尼跟越南 這些就是比較樂意輸出 移工去海外工作的地方來找漁工 在這7、8年間他們也過得非常的快樂 就是非常的多選擇 可以去把這些漁工啊 跟比較便宜的勞動力 引來台灣的漁船上面 因為台灣的遠洋漁船是非常非常危險 跟就是他其實是一個 大家都可以請教秉輝 就是他有在做就是 台灣的就是漁工 漁工的這個職業傷害的研究 其實漁船工作就是認為 是一個4D的工作嘛 就是危險、骯髒、困難、離家又遠 所以很多人上了漁船以後就發現說 這不是我要的 或是真的太危險了 或是你就是每天睜開眼睛看到就是海 什麼東西都看不到就是海 然後你就一直捕魚 然後工時可能長達16、18小時 漁獲多的時候你連睡覺都不可能 吃飯也不可能的 所以他們就要去找到這種 能夠吃苦耐勞的漁工是非常困難的 但在2009年的時候呢 印尼漁工跟越南漁工 就產生了非常大的衝突 他們就決定,不是決定啦 就是他們兩方呢 就常常在船上就是會互毆啊 或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爭執 那這爭執期可能來自於就是由船長 或是由台灣的這些仲介公司 所訂下來的一些階級的規則 像是越南漁工可能 因為他們比較力所 他們動作比較快 所以他們價錢可能比較高 他們可能可以拿350美金、400美金 但同樣是菜鳥的印尼漁工 他們可能只拿300美金 結果大家如果想像說 我們在同一個地方工作 我跟妳 我們都在捕魚 可是我只是因為我是印尼人 我卻只拿300美金 他是越南人拿400美金 然後還有菲律賓人拿500美金 所以他們其實在船上 就有非常多的衝突跟摩擦 所以在2009年的時候呢 這些仲介們想說 他們真的太煩了 不能讓他們打下去了 所以他們就決定說 他們要去世界上其他地方找更乖 更溫順跟更便宜的漁工 就是台灣就是有引進漁工的港口的國家 其實來自16國 但在以前其實更多 大概24、25、30國都有可能 其中呢就是在這個2009年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仲介呢 他就突發奇想想說 那我要去北韓開發漁工 因為北韓人一定超飽乖 所以他就去了 他就透露了很多管道 就接觸到了一個 就是北韓的軍隊系統的人 然後他就想說 哇真的是 然後那個軍隊系統的人 就帶他進去看北韓的那些年輕的軍人 然後軍人就在踢正步啊什麼 他就覺得 這些都太棒了 所以他就把這些 北韓的年輕的工人呢 就帶到了台灣漁船上 那些工人其實非常受到台灣船長的喜愛 因為這些漁工是一個都不敢逃跑的 因為他們只要逃跑的話 他們是十個人為一組 其中一個人就是負責來監視他們的 他不用工作就監視他們 所以只要有一個人逃跑的話 他的家人或是他自己 可能就會受到相關的懲罰 所以這些漁工就非常的棒 他們不會逃跑 他們不拿半毛錢 這些錢全部都進到北韓這個國家的 就是各種系統裡面去 所以那時候呢 這些眾就想說 北韓真的是一個最好的人選 就來當這樣子的漁工人選 但其實那時候那眾就想說 他可以成為一個獨家代理商 但還是被其他人攻破了 所以直到現在呢 就是還是有很多其他的眾接 在做北韓的漁工代理 但這件事情在去年的時候 美國就認為說這件事情就是 就是不太OK這樣 所以他們就進行了制裁 認為說這是一種剝削的行為 但是就像雪莉剛剛講的 我們台灣的漁船上面 還是有人可以用北韓漁工 那另外一批人呢 他們就想說好 那北韓已經有人去了 那我們要去哪呢 他們就決定去一個更窮的地方 就是那時候很窮的柬埔寨 我原來這樣講吧 對 反正那時候呢 就是眾接就會跟我們說 他們在做的事情就是跑業務 他們其實把漁工當作一種產品 他們就認為說 我們像他跑業務一樣 把這個產品推銷給船東 那我們就可以找到更新的 更穩定的漁工 跟低廉的漁工 幫遠洋漁業創造更多的升級 讓他們可以賺到錢 對這些仲介來說 其實只要你的漁工來源更多 比如說我今天有北韓的 柬埔寨的 印尼的 那他其實就代表 他是一個資源豐富的仲介公司 就是他不是只有單一的產品來源 雖然這些產品被規定說就是要便宜 要乖 要不能逃跑 因為逃跑對於一個船公司來講 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這個漁工他不工作了 或是他在登船之前跑走了 他們的漁船可能就開不出去了 那只要船沒開出去 對他們來說 這是非常大的損失 那當然他們只要有 越來越多的來源國 他們也可以降低 像以前中國漁工 突然不能來這樣子的風險 所以呢 當時就有幾名仲介 他們就決定要組織起來 到柬埔寨去成立一家公司 來招募柬埔寨的工人出國 那就是剛剛雪莉提到的 其實就是我們一直想要知道的居養案 那我們也在這一次的採訪過程裡面 就是接觸到了巨養案的這些種子 就是不管是台灣的出資的股東 或是在當地負責做招募的這個台灣人 我們都接觸到他們 那其實巨養案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模式 就是剛剛雪莉有說過 就是到底台灣是如何捲入人口販運的風暴 那巨養案它的方法其實非常特殊 它是用那種合法註冊非法招聘的模式在進行的 就是這些台灣的股東就是台灣的仲介公司 他們就先透過了一個當地的台灣人 就是一對夫妻打 他們在柬埔寨當地已經做了商品報官非常多年的時間 他們跟商業部門非常熟 知道怎麼在開放跟國家用一些台面下跟台面上的手段 去取得一些資源跟方法跟管道 那他們就透過這樣的方式 其實柬埔寨是不能輸出餘工 我們不是要跟台灣是沒有任何的勞務協議的 就是沒有正式的這種可以輸出移工的關係 但是這對夫妻就跟我們的仲介保證說 你只要先去做了 我們就可以幫你弄到 好就是以後柬埔寨就會開發了 所以我們就要先做 所以他們就先押了10萬美金的保證金 在柬埔寨當地得到一張合法可以輸出漁工到日本啊 不漁工是移工就是家事工廠工或實習生這種 到日本馬來西亞科威特等地去做工作的 但實際上他們在做的是輸出漁工到台灣的遠洋漁船上 那他們透過非常多手法去賄賂政府的部門 因為這些漁工他們如果要出國的話 其實還是要經過禁管局嘛 就是這些就是機場的各個部門 但他們就透過一些賄賂的手法 然後這些漁工他們可以直接不用經過出禁的這個管道 直接上飛機 因為他們就花了很多的買入錢或是各種方法 因為當我看到這些漁工的就是他們的護照的時候 都會發現說護照他們沒有任何柬埔寨出境的資料 都只有當地南非的帳 就他們上南非的岸的時候蓋的帳 但沒有任何出境有關的資料 然後他們也跟我們說的確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 所以他們也透過就是成立訓練所 跟自行印製相關的海源證明 去讓這些漁工認為說 我們好像真的是在一個很正式的很棒的管道去出國工作 然後他們就跟台灣還有新加坡多家的仲介合作 把漁工派到各個國家去 就是然後不同的國籍的漁船 或是台灣國籍的漁船上 但是在2011年呢 結果200萬元的漁船漁工就在這些國家的港口上來投訴說 他們被巨洋公司販運了 而且沒有領到薪水 而且被嚴重的虐待 這個案子它其實就是非常的著名 就是不只剛剛講的就是美國國務院報告裡有 在國際移民組織IOM的報告裡面 它還提出巨洋案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口販運手段 它就是不是像我們剛剛提到那種人蛇集團等等的 它甚至不是像柬埔寨最常見那種人蛇 把它帶到泰國去賣到漁船上 它透過一種正式的合法成立的仲介公司 然後透過合法的文件把這些人帶出國 那他們這些受害者呢 一直到出國之後都還認為說 我是利用一個很值得信賴的方式出國的 他們沒有想過自己其實是遭受到人口販運 對於這些仲介公司來說 就是這些出資的股東來說 他們也認為說我們是在從事一個非常正當的事情 我們透過了當地開發中國家非常慣常的手法 去取得了當地的就是各種證明 各種公司文件跟各種合法的方法去讓他們出國的 他們不覺得他們在做人口販運的行為 但是呢就是這群股東他們就會不斷的聲稱說 他們都有給薪水 但是其實上呢這個案子就有一個非常吊詭的地方 就是這一些在當地的台灣人呢 就是當地的台灣負責人其實偷偷招募了非常多漁工 然後將他就是轉借給就是其他新加坡的公司 或台灣的其他公司 就當然有講到北韓的案例嘛 就是其他的公司也認為說 哇我也想要柬埔寨漁工 所以他們就開始跟這個台灣人做私下的交易 所以事實上呢並沒有人知道現在到底有多少人 我們透過巨洋這個公司到世界各地去 因為在當地的那個人口人權團體的估計下呢 他們認為是有700到1000名的人遭受到人口販運的 但這些台灣的股東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這些仲介公司 他們認為他們只有就是合法的輸出了530名漁工 他們認為說他們不需要為這些漁工遭受到人口販運所負責 為了解就是整個情況其實我們就有透過一些方法 進到了柬埔寨監獄裡面去實際見到這一名就是 進行當地的負責的這個台灣人 他叫做就是剛剛有提到的林姓的這位小姐 他其實年紀滿大已經快要60歲了 那他就是因為違法就是其實不管是台灣的股東也好 或是他也好其實都被因為違反人口販運法 就是在柬埔寨有被起訴 但是因為這些股東都在台灣 所以他並沒有被就是柬埔寨的法院所就是拘捕到案 或是他們有被當地監禁 但是這一名台灣人就有在當地就是被關了5年 所以我們就去見到他 那他直到我們去見到他的時候 他還是認為說他自己並沒有做任何就是人口販運的事情 那他也不希望我們報導這個案子 但是他認為說他並不是這個案子最終的負責人 這個案子的負責人應該要是台灣這些仲介才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我們會發現到就是 台灣的這些股東就仲介公司的人 其實並不認為他們自己是負責人 當地的人也不認為他們是負責人 經手過這些就是漁工的新加坡的仲介公司 或是台灣的其他仲介公司也不認為他們是負責人 何況是這些真正使用的這些漁工的傳動們 也不認為他們是負責人 但這些漁工他們其實已經經歷了大概7、8年以上的時間 然後回到了柬埔寨 然後我們就訪問到就是這一群遭受到人口財命的這些受害的漁工們 他們有在動耶 好反正就是我們就是做了一個就是影音的報導 然後去了解說他們回到柬埔寨以後 這些漁工他們面臨的生活是什麼 可是他們實際上在傳 這個 男人就大家上網看 對就大家可以在網路上面 就是看我們設計師跟工程師做出來的美好的影片 對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發現說 這些受害者他們其實是真實存在的 他們其實並沒有因為這些人的不負責任何 這些受害者都不存在 他們的確是存在在那裡 他們的確是遭受到了人口販運 因為他們透過一個非正式的管道 就國家並沒有允許他們這樣出去的一個管道 被到了遠洋漁船上面工作 或是到了就是他們不知道 他們原本沒有預料到他們要上的漁船工作 他們可能像剛剛雪莉提到的 就是他們可能以為自己上日本的商船 或是他們以為自己要去馬來西亞工作 但最後上的卻是臺灣人所經營的漁船 所以我們到柬埔寨以後我們其實就訪問了 就是這些巨洋的受害者最多的一個 在柬埔寨今天北邊的一個平民社區 叫庫蒙的社區 他們其實就是受到柬埔寨開發所影響的一群人 他們是在2002年的時候 因為柬埔寨就是越來越多的開發案 所以他們就被政府驅趕到了這個北方 根本沒有開發的地方 然後在雨季的時候就會常常就是淹水下雨 對這些人來說就是能夠脫貧 能夠賺到錢就是他們一輩子的夢想 所以當時在他們在2009年的時候 巨洋公司就派了一個人直接去當地 招募了他們這個村的所有的男人 那當時大概就有四五三四十個男人 就願意跟著巨洋公司出發了 他們認為說一個月能夠拿到150美金 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是就是 像一個就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這樣 就是他不可能認為說這件事 能發生在他們身上 因為他們平常就只能打零工 或是就是騎著四十分鐘到五十分鐘的 摩托車到金邊市裡面 去做一些非常粗淺的工作 但那個工作可能是不固定的 所以我們就實際的探訪了這個地方 然後找到一些受害者 其實我們找到非常非常少的受害者 就是這個案子在當年其實是有200多個人 上案投訴的 然後經過當時的這些團體 其實至少有100到90幾個人 他們是有出來到法院去作證說 他們的確遭受到巨洋公司的販運 他們在船上遭受到的虐待 但他們沒有拿到任何薪水等等的 但我們實際上能夠找到就剩下六七個人 大家可以想像說就是如果你是一個非常需要錢 你連下一餐的溫飽在哪裡都不知道的人 他們有辦法把時間放在法院上等待一個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的公道嗎 而且他們甚至不知道到底誰該在那邊負責 他們不知道到底僱用他們的人 是這一個巨洋公司的林小姐呢 還是是在台灣那個先生 或是她 或是她是這個船的船長在僱用她嗎 還是後面的這個船隊的漁船公司在僱用她 其實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知道也是被誰所賦用 他們要去爭他們自己的權利的時候 他們也不太清楚 他們只知道說他們在那邊做一個免費的工作 然後回到家鄉以後 他們成為了出國工作的一個失敗的人 他們家的人因為他出國工作必須承擔更多的債務 他的老婆跟小孩因為他可能餓肚子餓了更多錢 但是他們在這些年以來 他們其實都沒有得到一個他們真正想要的正義 或是得到他們所想要的賠償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在那個 就是我們進場畫面裡面出現的那個 他叫做Mr.Yasopon 我們在採訪他的時候非常困難 因為他真的太窮了 他窮到沒辦法分任何時間給我們做採訪 所以我們就只好每天去找他 那晚上去找他他也在工作 早上去找他也在工作 所以之後我們就帶他去捕魚 幫他們家找一些食物的時候就跟著他去了 去了非常多的場這樣子 然後也透過他了解當時他為什麼想要出國工作 跟他在船上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但我們其實真的想問的是說 巨洋案這個2011年發生的案子 到底他是一個成就的案子呢 還是他其實代表一個某種系統性的問題 就這個是我們官員認為說 這發生在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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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了 再也不會有人像巨洋案這樣受害了 還是上街的餘工還是實際存在的 透過採訪仲介 這些仲介還是實際上還在繼續做仲介的人 就是巨洋案的仲介 跟這些船東 跟這些就是我們了解的所有關係的人 我們發現說其實 在整個漁業招聘的系統裡面 台灣的船 台灣的仲介是非常非常的樞紐的 他們會在船東的要求 或是在他們自己的自我驅使下 就是勤勞服務的這個驅使之下 去世界開發各種的漁工 那他們就會透過當地的仲介 再透過當地仲介找當地的牛頭 像錢客等等的 深入每一個地方去找到這個漁工 然後他們每一個仲介呢 其實就會透過就是這樣子的過程中 跟船東抽成 他們大概抽的一般就是每一個漁工 一個月他的薪水裡面 50塊美金是這個仲介要抽走的 那他會再抽50塊給當地的仲介 那每一次招聘他們就再給一些錢 給當地的牛頭或是前客 就這樣一個招聘系統 但是呢大家如果熟悉遠洋漁業的一個運作 就會發現說漁業它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工作 就是你必須真的捕撈到魚了才能賺到錢 魚賣出去才賺到錢 所以台灣的漁業公司很容易的就是會去舍漲 他們不會把錢就是先給你 所以這些漁仲介公司他們也跟很多供應商一樣 他們其實是在長期被舍漲的狀態之下生存的 所以他如果我是一間大概中型的 維持500名漁工在海上的這種仲介公司 他其實每個月要代電2000萬元的漁工薪資 在漁工的這個 每三個月他要代電2000多萬元的漁工薪資 所以他其實負擔了非常龐大的一個財務壓力 就是他要運行下去 可是他又希望賺錢 然後他又必須去承擔說中間漁工可能逃跑 或是漁工可能受傷死亡等等的風險 在這樣子的一個結構底下 就是傳統他們可能不斷去舍漲 可能舍三個月六個月甚至一年的情況之下 這些仲介公司其實有非常大的一個成本壓力 那他們要怎麼樣去避險呢 所以他們避險的方式其實就是把他們所承擔的東西 全部再轉嫁到漁工的身上 就是漁工他如果要出來辦的所有政見等等的 他們就認為這個錢就要算在漁工身上 他們去賄賂部門的這些錢也要算在漁工身上 如果漁工來的這個交通費 他最後沒有辦法如期的完成的話 交通費也要算在他身上 那這些錢最後都成為了漁工的扣款 就是他們會扣掉薪資 就是他們的薪資可能每個月都會因為這些負債所扣掉 那也就成為了一種就是強迫勞動的一個指標 因為他們可能因為這樣的原因他們不敢離開船 他們不敢離開這份工作 所以我們之後過去要這樣了解是說 這樣多手的複雜招聘流程是一再的發生的 就現在還是這樣的招聘流程 那這些漁工的仲介公司 他們還是到各個國家去透過這種非正式的管道 不管是建立一個公司也好 或是跟當地的仲介公司合作也好 他們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招聘漁工上船 不管是在萬納度、印尼或是緬甸等等的國家 他們都還是用這種非正式的方式讓漁工到船上工作 那他們還是成為了這些風險跟成本被轉嫁的這些受害者 因為他們有可能就是因為這些 他們在打通關的過程中累積的這些錢 這些仲介不願意負擔,船工也不願意負擔 最後就成為漁工去負擔這個 那這件事情是現在還在發生的 最後就是 所以在去年,今年的時候 我的很長期跟我聯絡那個仲介就是 那個常常跟我報約的仲介就跟我說 其實真上你挖出來以後根本就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在現在的制度底下 這些印尼的仲介公司要花更多的錢去回落 更多的錢去刻一個印章讓這些漁工上船 所以他們呢 就是這些紅包費要穿在誰身上 最後還是船員身上 最後想要用這一個就是我兩年前 在印尼的塞高爾這個地方 看到小孩做捷 那時候當地的人就跟我說 這些孩子以後都會成為漁民 他們以後會為台灣的漁船工作 所以剝削鏈最下層的受害者 到現在都還是存在著 那我覺得待會少奇就可以幫我們補充說 就是其實少奇他們這兩年也就是挖掘了非常多的案件 這樣子 對 大家好 我是那個環境正義基金會的邱少奇 那今天很榮幸報導者邀請我來就是參加這個漁談 那環境正義基金會前年開始在台灣就是比較專注在海洋保育跟漁工海上人口翻譯這個部分 那去年開始我們有揭發了幾個案子都是關於海上人口翻譯然後還有非法漁業 那今天就是大家可能對環境正義基金會比較不熟悉 那我們是一個總部在英國的一個環保人權團體 那我們工作方式就是用影像跟照片 然後來揭發人權跟環境剝削的問題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調查報告來對政府施壓 然後去改變一些相關的政策 然後去保障環境跟對這個環境來以為生的人 那我們就最後等一下如果有時間看不再看 好它其實是一個去年就是有一艘台灣漁船若福生11號 那它是全世界第一艘因為違反那個剛剛有人提到的漁勞工作公約 而被港口國以他們的國內法然後去把它控壓下來的漁船 那當初我們在跟漁業署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沒有約束就是說沒有沒有就是他們還發了三個新聞稿 第一個就是說沒有這件事情是船上兩個漁工抱怨他們沒有水洗澡 然後所以他們就要求要回國 那後來我們去訪問到這些漁工 那他們是說其實船上問題很多包括他船一開始在南非的時候 他進港的時候是就歪45度的因為他的船根本就壞掉就不能開 然後所以他的工作環境生活環境其實都非常不安全 然後也沒有相關的安全設施所以是因為這樣 南非的政府就把他扣押了下來讓他維修 所以後來約束就發了第二次的新聞稿就是說他們現在正在調查中 然後如果有進一步的結果會在公布 那最後發了第三次的新聞稿就是說這艘船涉及嚴重的人口販運 然後也有非法漁業的狀況 所以其實這是去年7月5月到7月之間的案子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他會爆出來是因為他被 國際勞動組織給放在網路上然後南非政府也這樣講 但是這其實也反映出來就是說這樣子的問題其實還是不斷的在發生 我們在港口在印尼或者是在泰國其他國家碰到台灣漁船 其實也很多相關的案例包括漁工薪資被可扣 或者是更嚴重的強迫勞動債務勞役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會說為什麼漁工會這幾年尤其被拿出來講 就是其實這個問題一直都在 但是剛剛其實很多人提到就是說 不知道從來也不知道這個問題 那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漁船離我們太遙遠 它在海上一出去就是一年兩年三年 那我們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說在這艘船上發生什麼事 我們很多人其實連我們現在吃的這條魚是什麼魚 我們可能都不太確定 那海上到底是哪一艘船在哪裡 是誰幫我們抓到這條是什麼魚 其實大家都不一定會很清楚的了解 那它的不透明性其實就讓這整個產業到底怎麼運作 發生了什麼事讓我們更不了解 那現在這現在的狀況是因為全球對海鮮的要求需求就是越來越高 那也造成海洋資源的枯竭 那在大家可以想像就是在漁船越來越多 然後漁資源越來越少的狀況下 我一直要漁船我想要出港 其實我們可以聽就是船長以前說二三十年前每一次出去 因為台灣的船長跟大副或是輪機長他們不是算薪水他們算分紅 那他們說以前一次出去分紅回來是一兩億再算的 那現在根本就沒有這麼好 所以漁船要他們想要有一樣 剛剛怡婷有講到說要維持一樣的獲利的話那他怎麼辦 他的稅不能減他的油不能減那他只好從勞工的薪資身上下收 所以也就造成說或者他們就是用非法漁業 就譬如說我要付入漁權我要付這個稅 我要付那個稅那我就不付 我可能一個公司我有三艘船 那他可能就改就三艘船都叫金盛發一號 金盛發十一號金盛發一百一十一號 那又用一些不太就是可能漁船的名字不太清楚 然後就會別的國家可能看不懂中文 或是看不懂也不太清楚他的資料申請的過程 所以就搞不太清楚說這艘船到底能不能到我們的海域裡面來捕魚 就是用這種模糊的方式或者是我們常聽到說跟日本啊 或者是台灣漁船進入菲律賓的海域捕魚 就用這樣子的方式去避掉一些該付錢該守法的部分 然後來降低他們的成本然後去提高獲利 那這樣子的方式還有就是也包括說也聽到的就是海上的轉運 讓海上的運輸 然後透過搬運船來把漁船漁獲轉走 然後獲得補給甚至交換漁工 我們其實也碰到很多漁工他們說他們就是從這艘船被轉到另外一艘船 就在海上 那我們就問說那你是怎麼移從A船跳到B船 但是有很多方式有的比較好的還是把就是船長幫你包在漁網裡面 然後幫你丟到另外一艘漁船 然後這已經是比較安全的方式 那有比較有很誇張的就是兩艘船在移動中 然後就是架一個木條 然後就自己走過去 或者是直接像你跳到海邊游到另外一艘船上去 因為我們其實都有聽過 那我們有跟約束反應過這個問題 約束就是說不可能啊 就是違法這麼危險怎麼可能 但是因為一直找不到這樣子的影片做證據 所以這部分就是我們還是在就是持續的跟約束施壓中 那其實漁船就是透過這樣的方法 讓漁船可以停留在海上更長的時間而減少來回港口的費用 或者是進港你要付一個稅金 然後持續的在海上剝削海洋的資源 跟利用這樣子延價勞動力 因為你把這個漁工困在海上這麼久 你有沒有付他薪水根本沒有人知道 他的工作狀況怎麼樣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不斷在剝削 那又造成海洋資源更加的枯竭 所以他整個其實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相關法規這部分 我們可能就先跳過 那不過剛剛有人問到說 有了新的這樣的一個法規 這個管理辦法之後 問題到底是變好還是 狀況是變好還是變壞 其實必須說 雖然這一個法規 它有一點是說 把以前的運作方式 就把它合法 稍微修改一下合法化 那現在約束今年1月會進行修法 就把加入比較多 關於餘料工作公約的部分 包括說一定要有 自保出看美金 你休息時間要多少 然後一定要有合約 然後不能讓其中一個就是 有說台灣的仲監不能跟船員 收取任何的仲監或服務費 然後這些東西其實 的確是有讓 餘工的整個雇用過程的保障增加 但我們一直看到就是說 到底約束有辦法確實的執行 這樣子的一個法規 那約束現在剛剛雪莉提到就是說 約束現在公布的數字是 兩千一百萬兩萬一千個外籍的老公 外籍漁工 那但是其實我們一直不斷的 封到就是黑工 就是它上傳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那這個問題實際上也出在說 它上傳它不是它是有仲介嗎 那仲介的這個名單是報給餘會 然後餘會在會整之後再報給中央 或者是地方政府 那我們有一次開會就是聽到 就是餘會就有點在協助 餘月署管理或者是 調就是會整整個 整個雇用的工作 那我們有一次在開會的時候 就聽到仲介兩個在聊天 就說他們前陣子跟餘會 一起去員工旅遊去法國這樣 那我們就想說 那這樣他們到底要怎麼管理 搞不太清楚 所以其實在執行方面 的確還有很多需要加長的部分 那也是因為這些漏洞 才會讓這樣子的問題不斷 不斷的在發生 所以我們在港口其實還是很發現 最基本的就是機械跟苛扣薪資 苛扣薪資可能就是它的 所謂的逃跑費 就是它會在你的合約裡面很明確說 你如果逃跑的話 你家人就要負責 然後就金額多少錢 然後或者是說 你要借一筆錢 你要跟我借一筆錢來獲得這份工作 那這一筆錢可能就是十萬二十萬台幣 對他們來說其實都是很大的一筆錢 那還有工時過長也是很正常 漁業公司也說 就是漁群來了怎麼可以不撈 是兩三天都正常嗎 然後或者是非法僱用機非法遣犯 像在福生十一號的那個漁船 我們那時候就是看它的漁船的軌跡 它從開普頓離開之後 它到了東非外海 一個叫做希斯 它是去摩里希斯 那它從那邊把所有的印尼船員都送回印尼 那漁業屬當初是不知道這件事情 但其實在南非跟摩里希斯 漁業屬都有駐港口的人員 所以他們其實應該是要掌握這個漁船的活動 然後他們對漁工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把人全部送回印尼 然後換了一批柬埔寨的人上來 所以這些他們當漁船回到台灣 然後漁業屬上去問這些柬埔寨的船員的時候 他們根本就沒有工作 他們從非洲一路回來就是要回來 他們中間沒有在抓 因為漁船又再度壞掉 所以他們就是回來而已 所以那時候漁業屬上去問的時候 當然根本就問不到什麼東西 他們就可能就是每天就是稍微把我咬一下船 然後就吃飯睡覺這樣子 所以這些都還是我們一直碰到的問題 包括語言啊肢體的暴力 所以去漁港問就是再怎麼不會講中文的人 髒話都可以 髒話都很順啊 對然後還有就是沒有足夠的飲水 可能喝水要先經過船長的同意 然後每天就是每個人規定有多少水可以喝這樣子 那再來還有就是非法捕魚 包括禁捕魚種啊 或者是你在別人的海域捕魚 或者是非法轉運等等 所以我們之前發現的案子也有就是包括 現在台灣其實已經是禁止對鯊魚鴿齊棄牲 那但是漁船會怎麼做 他們還是會 我們還是碰到很多人就是會把就是 漁漁流下來漁船丟掉 那他們就是可能在南 譬如說在港口國 他在南非他就直接賣掉了 那他根本就 或者是一些比較檢查送散的國家 那根本就不會去檢查說你的漁艙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所以漁工也說他們就是會把這些非法的漁獲 就混在合法的漁獲裡面 或者是壓在漁艙的最下層 然後上面用一些有齊的鯊魚蓋住 那檢查人員可以打開看一下 就說OK那都好他們就可以走了 或者是說補鯨豚 就是台灣的所有鯨豚海龜都是保育類 但是因為岩神掉中 或者是會違往這種方式 他其實還是很容易補到鯨豚海龜海鴻 這樣子的物種 那有些鯨魚大部分是會放掉 但是我們也受控告就是說 把牙齒拿來做紀念品 或者是我們最近的一個案子就是說 漁船只target海豚 然後把海豚切割下來之後 拿來做釣鯊魚的魚餌 所以他們最終的產品 他們希望的還是魚翅 但他們就是用殺海豚的方式 然後來抓魚室 然後再以就是各種方法 譬如說凌晨蟹魚 然後偷蟹魚偷賣的方式 就是把這些非法的漁獲都賣掉 然後來躲或者是躲避 漁業相關主管機關的檢查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到其實漏洞還是 現在的法規的確是比兩三年前完整很多 因為國際的壓力 然後魚躍啊 或是各界環保團體人權團體 或媒體相關的單位 不斷的對台灣政府跟魚躍施壓 所以的確在這兩三年內 法規的進展是比以前快速 然後也有效率很多 但是還是有一些問題 就是譬如說政府分工混亂 剛剛朋友提到就是說 有些是中央政府管 有些是地方政府管 有些是勞動部管 譬如說剛剛提到就是在境內雇用 大部分是台灣沿淨海的漁船 這些漁工就是有勞動部管 那如果是境外雇用 主義遠養漁船 那他就是有漁業署管 但是漁業署也是漁業的主管機關 所以就變成我要協助業者 我要要求業者就是要善待漁工 所以他的角色是很混亂 然後還有一個角色就是漁會 漁會自己也說 就是他們常常就是夾心餅乾 就是在漁業署跟業者之間 那還有漁業署其實他們一直就是說 他們沒有辦法做好勞動檢查 因為他們不是這個相關的主管機關 他們沒有這樣子的公權力 他們只能做跟船員之間的訪談 他們沒有辦法做勞動檢查 那有一個很調的 除了剛剛說漁船 到底是不是台灣領土延伸以外 其實如果你在這艘船上 如果你有境內跟境外分工 有僱用的漁工 同一艘船上就會有兩三個不同的法規 所以你為什麼能說 只是因為上船的港口不一樣 你就是用牢基法 你就不是用牢基法 所以其實這部分是 就是 的確是需要漁業署跟勞動部去好好的協調 然後把這件事情解決 那還有就是剛剛有提到的漁船太遙遠 然後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雖然你有這些法規 你要把你的漁船位置訊號 傳回去給漁業署 然後你譬如說你要轉運 你要申請補給的話 你要先跟漁業署說 但到底在從A船轉到B船的這些東西 到底是什麼 那雖然有的漁船有觀察員 但並不是所有的漁船都有觀察員 而且我相信抱著以前的抱老漁船 觀察員有時候 大部分時候也是不能說真話 所以到底船上發生什麼事情 約束還是不知情 他其實也是有一點仰賴各個漁船的 就是自發性的手法 那當然是你回來剛好被抓到 你還是要罰 但是約束人力有限 那台灣也有一兩千騷的漁船 到底這樣的執法程度 跟他的效率如何 的確是還是我們還在觀察 還在對政府施壓的部分 那還有就是整個漁業產業 產業鏈缺乏透明度 我相信很多除了台灣自己的養殖以外 很多養殖魚以外 很多就算嚴禁還捕撈的魚 大部分也都沒有辦法說出 這隻魚是哪裡捕撈的 然後或者是說哪個時間點捕撈的 這些其實都是讓一般的消費者 一般的大眾很難去 Push這個產業更永續 然後或者是讓更多人了解 這個問題的一些關鍵點 那我們現在就是 讓我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希望台灣政府 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就是以 這也是一些國際的就是執行的方式 就是以一個更嚴密的風險原則來檢查可疑的漁船 譬如說我今天是一個漁業公司 我旗下有一艘漁船 可能我之前有涉入就是非法漁業 或是勞動勃削 那漁業署是不是就應該把我公司下面 所有的漁船都列為風險的 就是高風險的漁船 因為它老闆是同一個嘛 那你想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差不多 而且台灣漁業公司常常都是有很多 藝人下面一個家庭裡面 然後就有三四艘漁船這樣 那還有在漁工的部分 我們會建議約束以受害者為中心的方式來訪談漁工 就是其實漁工你跟他講的時候 他們其實不一定會願意告訴你 船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他們一來是怕自己會 以後可能會找不到工作 以後可能被秋後算帳 或者是他就是不願意去談說 我為什麼工作了兩年 然後我拿不到一毛錢 所以他也說他其實也是會覺得很自責或很自卑 所以他不會想要 他不會立刻的相信 他也不知道你是誰 他不會立刻的想要告訴你這麼多事情 所以我們會不斷的 就我們也給約束建議也給他們 就是我們在做訪談的時候的一些建議 就是要如何在一個安全 一個確保安全保密的狀況下 然後來要解漁工在船上發生了什麼事 那這個部分也可以包括訪問漁工說 你在船上的時候 這艘的漁船到底有沒有什麼非法的行為 有時候這漁工他不一定知道 這是不是非法 但他可以告訴你說漁船做了什麼事情 譬如說漁工就跟你說 我們的漁船大概三四個月就換一次國旗 然後看到警察就會逃跑 所以這樣子的問題 他們不一定知道說這樣到底行不行 但是主管機關他就會有線索可以去調查說 這艘漁船的行動到底之前發生過什麼事情 那還有就是跨部會跨領域的合作 然後去處理非法漁業跟人口翻譯的問題 剛剛剛剛提到漁業署跟勞動部之間的合作 然後還有以及就是讓這整個產業更公開 就像剛剛提到的幽靈船或者是FOC 他其實很多的背後的實質利益 實質收益人都是不清楚的 他可能是有交叉持股 或者是我原本就在國外的資金 譬如說原本就在中國資金 我就去投資中國的漁船 或者是再去投資哪個漁船 根本就是很難追查到 這最背後的實質收益人 然後這就是我們在泰國的 主管機關在訪問 訪談他們漁船上面的漁工 那就是漁業署最近去年一大進展 就是他們把漁船的資訊公佈在網路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大家都可以去看 就是台灣都有多少漁船 那這些漁船的他們的目標漁種 與他們在哪一個洋區可以捕魚 然後這個是一個比較有趣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漁船的衛星訊號 然後你可以透過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去看說 台灣是全球有多少漁船 然後這些漁船的動向 譬如說這就是六個月內這艘漁船 它從台灣高雄出發 然後去這邊 因為你如果去看的話其實 它這個就是漁船的活動軌跡 所以以這樣的方式其實漁業署 跟專業的人他都可以判斷說 漁船大概在進行什麼樣的事情 那就可以從這邊來推斷說 漁船有沒有違法 然後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國際社會上也希望說 各個國家可以把這樣的資訊公開 讓更多人可以監督漁業的活動 那我們跟爆料整個不一樣 就是我們是一個NGO 那我們跟其他相關的NGO 我們其實一直有在督促台灣政府去做更多 那就包括說 我們會不斷的揭發這樣子的案例 然後讓提升公眾意識 提升市場的意識 然後讓台灣 就是讓政府感到更大的壓力 然後去做改善 然後包括說納入老機房 然後搭配國際公約 然後最重要的是要能夠確實的執行 然後並且要求政府資訊公開 讓更多人就是可以看到說 這個產業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政府跟業界之間到底在做什麼 這是我的報告 謝謝 好 我們現在接下來是Q&A的時間 然後我們大概現在已經決定了一關 所以如果忙得離開的朋友 18歲以下的可能要注意自己的時間 到時候爸爸媽媽會來問 那大家有問題我們也有三個 第一輪先三個 然後這個一個人講話時間一分鐘好不好 你可以comment 你可以講話 可以提問題 來 1 2 3 好 你好 我是卓麗潮指摟管的會士 然後希望你們在做這些報導的時候 都會有生命的危險 那另一個問題 我的問題主要是想知道說 這是遠洋漁 不知道這樣子漁工剝削 或是使用外星魚 雲工的情緒會發生在近海流點 謝謝 三個人 來 第二個在這裡 謝謝 謝謝 好 我現在我問的是 在巨洋漫裡頭 150美元 結果他們還是沒有拿到 但是如果我們反過來講 他如果真的拿到一個月150美元的話 他們會滿意嗎 然後巨洋漫這件事會爆發 然後這樣子 對於漁工 對於船東 他們認為這是博學嗎 雖然我們認為是博學 但是對於漁工 他們會認為一個月150美元 真的拿到 他還會認為這是博學嗎 就你們的觀點 謝謝 我想要問就是 一開始我聽雪莉說 其實很多船是不會靠岸的 可是救服11號這個案件 他是因為他靠岸到南非的港口的時候 那種港口的國家 就是南非可以上船等你去檢查 那這樣子到底 到底可不可以 靠岸這件事情是有多重要 在你們觀察上 或是你們調查上 其實嚴禁海漁業也是有一樣的問題 或者可以說 因為嚴禁海漁業跟遠漁漁業不同的是 嚴禁海漁業大概一兩天兩三天 最多兩個禮拜一個月就會靠岸 那台灣的各個港口 現在其實有比較多清真寺 或者是他們就是漁工可以聚集的地方 所以他們要求救相對的容易 但是在剝削譬如說薪資科扣這部分 工時過場這部分其實還是有 那他的問題跟遠漁可能比較不一樣 對 那當然我們也是有看到就是 嚴禁海的船員 因為他跟船長已經十多年 所以他們中間是沒有任何問題 是就是像一家人這樣 的確也是有 所以是那是說不一樣問題 也是有問題 我覺得嚴禁海的 嚴禁海的剝削 可能沒有像遠漁那麼嚴重的原因 是因為他可能三四十天 最長的時間他就有回港了 那所以再加上他們的 就是說他可以 如果他真的要投跑的話 其實是比較方便 那不像在遠漁 就是一出去就是哇 你就在海牢嘛 你根本你要怎麼跑 所以嚴禁海的確有 但是他可以解決的話比較多 那你剛剛說的是說 靠岸這件事情 在中西太平洋的威網船 他其實是要定期進港的 但是我言神調的船 其實他如果在公海上 他可以很長時間補進港 那通常要進港的時候 他就是要整修補進 也許網子會壞 也許機器會壞 當這個時候他可能就會 需要到鄰近的港口 洩 應該不講洩雨 因為洩雨其實透過 運搬船都是可以洩的 那通常那樣的狀況 可能就是他的船 要整個大修 那剛剛邵杰有講就是說 像福生11號 他其實是機器 他整個船都有點狀況 有點問題了 像這樣的狀況 不太可能在海上解決 所以他必須要進到 南非的凱布頓去 就回應剛剛就是您提問那個關於 如果他們能不能拿到150塊美金 其實老實講 如果他們多數人都有拿到150塊美金的話 巨洋案可能不會成為一個 這麼多人投訴的案子 但是在實際訪問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人這件事情 在漁船上面他們並沒有被視為一個人 就是當我訪問的每一個漁工 他們都跟我說 他們從早到晚都會被打 就是其中一個媽媽說 他的兒子就是被打了以後 就倒在船邊 然後船長就再用潑水 把他潑醒以後 他就繼續工作 所以我訪問到的這些漁民 他們都跟我說 不漁民就是這些受害者 他們就跟我說 他們如果有機會 他們死都不會再上船 所以薪資有拿到 他是一件事情 但你在船上遭受的其他 強迫你去工作 或是你沒有辦法擅自的離開 沒有被視為一個人 在工作這件事情 事實上還是可能會造成巨洋案 被揭示出來或是被看見 但是很多人他們最在意的 其實也真的就是 他到底有沒有拿到那個錢 如果他的家人 能夠每個月拿到150塊美金 他可能咬著牙都會忍下去 他如果像我們前 兩年前訪問的Supiano的案子 他做到死他都會搖牙撐下去 因為他們就是這樣子 處境下沒有選擇的人 對 那我覺得我們能做的事情 其實也很有限 但是我們能做就是 去讓他們能夠有一個 說話的機會 就是對這些柬埔寨人來說 他們可能 因為其實柬埔寨到台灣 是非常難的一件事 其實柬埔寨一般的 比如說NGO工作者 或是一般的人 想要來台灣旅遊 都是非常艱難的 所以對於這些漁工來說 他們的聲音 是永遠到不了台灣的 所以即使過了七八年 快十年 他們也都沒有辦法 尋求到他們想要得到的事情 所以150塊美金這件事就是 如果能拿到他們一定會比較快樂 但是事實上其實都還是非常困難 那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2011年我們在文章裡有寫到2011年 其實在紐西蘭的這個國家 也有32名印尼漁工 因為在南韓的漁船上 因為南韓漁船 進到紐西蘭的經濟海域去捕獄 那這32名漁工 因為在上面被南韓的高階主管性侵害 所以他們其實是集體走向漁船去抗議的 那我想您剛剛在說這個錢的問題 我覺得當然是一個基礎 因為他們真的是為了要掙錢 才來做這麼辛苦的工作 而且常是沒有選擇的人 在他們的原生國家 是沒有工作機會 或者是非常非常低薪的 可是你可以一個人 可以忍受到什麼樣的程度 是physical abuse還是sexual abuse 那那個狀況就是 當印尼漁工集體走下去的時候 它造成了紐西蘭甚至是商學院老師們 開始研究這件事 因為商學院的老師 奧克蘭的老師本來是要研究 我們的工作 為什麼流到中國大陸去 在遠洋漁業這個產業鏈裡面 為什麼我們的工廠流到 工作機會流到中國去 結果發現這32名漁工走下奧克蘭 就是紐西蘭這個走下來抗議了以後 他們才發現原來有一群人很惡劣的 透過在紐西蘭的資源裡面濫用這個資源 那我們是一個海洋國家嗎 那我們不是一個很重視永續的國家嗎 所以即使是奧克蘭的 應該是奧克蘭的嘛對不對 奧克蘭的商學院的老師 還不是勞工系的老師喔 他們就開始研究說 那我們怎麼讓這個系統變得更健康 所以一定是有漁工出來發聲 但是也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在採訪商學院的教授說 他說他也受到仲介的威脅 即使是這些教授們 當他們發出聲音 當他們到印尼去做第一線採訪的時候 最後你知道 不只是這32名漁工受到威脅 同期跟他們雖然沒有走下來抗爭 但同期在奧克蘭 在紐西蘭下來的那一同期的漁工們 最後都變成了南韓漁船的黑名單 就是他們再也沒有辦法上船了 所以這些印尼漁工最後沒有辦法上到南韓的漁船 他們必須要去俄羅斯或其他國家的漁船工作 那剛剛有一個朋友說 我們會不會有一些威脅 的確我們這一次是有受到小雕協會 還有一些資本家的壓力 他們認為說這些都是假的 就是一樣回到那個就是 只有台灣人會受害 那我覺得那是一個 就是你長期在一個很高高在上 你覺得這些人的人名基本上是不直接 而且我再給他們工作 我再給一個比他們在原生活家 來源國還要好的金錢 他們怎麼可能會受害 所以回應一下就是說 這個不只是金錢的問題 謝謝 當然剝削的問題它是一個 有時哲學的問題 或是很經濟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可以從幾個角度 就提供做思考 就是說 你從剛剛的那個法律裡面來看 因為我們台灣在過去自護壇 過了很多次的本外老脫狗 到底本外老要不要脫狗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如果兩個人彼此是合一的話 就合一不算是過缺的嘛 所以我們會遇到一個很簡單 比如說這個條約裡面 這個合約裡面包含 你可以毆打你喔 可以打你 然後管教你 然後可以對你對 有些身體上面的某些支配權 都是你同意的 而且當你被支配一次的話 然後你就薪水會提高 錢會增加等等的 那所以這些事情就會涉及到說 我們怎麼看待人的問題 所以剛剛學弟這裡上面有寫到一個說 你要的是勞動力 可是來的人是每一個人是人 就是說這個在早期台灣 不管是同工的問題 還有是台灣外勞的問題 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所以你其實是問到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說可能也是故意 他們會不會覺得剝削 比如說有個人覺得 他自己不是被剝削的 難道他是心甘情願的 可是這個行為可能就是剝削的 所以當事人沒有意識 那我們可能可以來討論 只是說在這個制度上 到底堅定全全 比如說光是這樣 為什麼做同樣的工作 然後得到的薪水不一樣 就因為不同國家的人 然後這個其實像我們之前問過 本外勞脫鉤現在還沒有這個 大家還沒有那種感覺 好我們就反過來 你自己有小孩 或者我們會到國外去打工 自己有小孩比如說台灣的留學生 到法國去好了 去端盤子 你的法國同學一小時是十塊錢 你一小時是五塊錢 本外勞脫鉤不一樣 你們是同意的 你們會覺得公平嗎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你的小孩子的話 你小孩子去澳洲打工 打工度假 打工度假 其他他們拿的都是 同樣跟在地的錢一樣 結果台灣人去的時候 拿的錢是比較少的 甚至少 但人家的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你會覺得這合理嗎 所以我們現在有個普遍的標準 就是說 我們老是在這個普遍標準 想要創造什麼例外 就是說 明明就是做同的工作 為什麼拿錢不一樣 即使你同樣 那標準是什麼 標準是很奇怪 因為你是外國人 因為你是 比較窮的國家的人 因為我施捨你 所以他完全沒有透過一種 市場機制的思考 或者沒有一個基本的 就是對於人的一種基本尊重 還有就是缺乏那個邏輯 就是我如果 他其實很考驗人性 但是我如果可以占你便宜 你沒有說話 那我就繼續占你便宜 因為你沒有說 可是通常弱勢者 是沒辦法自己發生的 所以在制裁裡面 才會有那麼多人區 我想要透過一個方式 來讓這些 沒辦法發生的人可以發生 基本上他們不會發生的 通常都是以前 我們在做什麼 都是革命的人 你會發現幫窮人 幫農民 講話的人 都是有知識的人 他才有辦法 那邊表達可能都會出現問題 他只能承受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你的問題其實是這樣 我知道當然你知道 就是說我們這些卡 可以溝通一下 哪一天的時候 他才會重新出現 難道這個叫剝削 他同意就好了啊 你幹嘛管那麼多 就可能他就是仲介他們的立場 他們立場就覺得他們 所以他們不是剝學者 所以他們不會是剝學者 所以當我們這個問題會出現在 在所有資本主義的問題裡面都會出現 來 那個我們展一輪好不好 來 有 1 還有誰 盡量問沒有關係 那個 剛剛求職的同 那個 你要問一下吧 要去履歷的 快 你要有個問題 來 再來 還有這一位 1 2 3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尚琦 就是因為你在 串3GO的地方工作嘛 那如果我們做一個 比較擴張的理論的話 因為剛剛講的是 我們要的是商品 但它來的其實是人 那我剛突然思考到的就是 台灣的提拔制度 如果說我們用台灣的提拔制度來看的話 就是我們的國民教育提供了大量的工廠的人口 製造了台灣的經濟情景 那可是我們在這整個的制度當中 我們的提拔其實 是怎麼樣消失的 如果說從這個角度來思考的話 我們的提拔其實是有一個基金會 或說NGO大量的推 推了幾十年 然後最後 跟社會不斷的折衷 然後老師會出來否認 然後學生會說提拔很好 而有的學生會說提拔很好 然後接下來可能我們才有很多的案例 然後接下來可能會有一些電影 比如說危險心理等等的 那其實是非常漫長的過程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大家都是固定的 就是學校是固定的 人是固定的 不像這個海洋 然後不像就有這個國際 他的政府的這個支配的力量 是邊長莫及的 好那回過來 所以我想問就是少奇的是說 這麼這麼困難之下 你的信念要怎麼來 再來的話 如果在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怎麼樣讓自己覺得是有成就的 然後一點一點的這個成就 你如何去解解 那可能是退 進一步退三步的問題 對然後還有就是否認等等的 那這些因為你覺得是對的事情 但是你一直達不到 那這樣的請請謝謝 好來我們下一位 對三個問題 剛剛那位同學 好我想問的是執行面的問題 就是剛剛有提到就是 法規上面好像某一部分 算是在這次說法之後 比較健全一點點 但是我們很很清楚可以知道 台灣在勞動法的執行上面 都是有非常大的問題的 就是不只我們剛才講到境外評估 即時境內評估 甚至是台灣人自己的 勞動相關的法規的執行 都是非常有問題的 然後我想問的是 那如果針對愚公這一塊 而且境外評估愚公這一塊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觀察員數量是非常少 非常不夠的 而且這件事情是很難去提高觀察員的數量 目前 NGO雖然可以看到這些 目前實質上在執行面上的一些問題 然後可以提出來 但是是否可以提出更實際的解決方案呢 給政府參考 如果有的話 那你們目前有提出哪些方案給政府 提供他們可以去考量 可以納入法規的 或是如何去改變他們的觀察員制度 或是在港口去檢查的制度等等 好 這個問題很好 不過像剛剛問那個問題 問NGO 通常我會覺得說 同樣要問政府 為什麼 因為這些 我們剛剛頂出的問題以後 比較有資源的政府 不是NGO 通常NGO資源比較少 那比如說 在民間有提出很多 比如說很多修法版本的時候 行政院自然會提出 他自己修法版本 那所以 我覺得可能如果大家有這個意識的時候 趕快去找那個立法委員啊 立法委員 國會助理咧 我們今天就可以把這件事完全 對 我們今天完全就可以把這件事解決完了 我們是當場就可以解決完 我們又有在政府單位工作 又有在媒體工作的 又有國會助理的 然後可以 或者 阿卡我跟妳講 基本上 基本上沒有什麼立法委員敢動這一塊 太兇了 對 非常的兇 我不是在講 今天再做這兩塊 但是 高雄 那個勢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要約訪 就是 即使是透過 有些時候 我們剛剛會 透過各種人脈 但沒有立法委員敢介紹 沒有 你們有找幾個 古早可多了 而且都是非常大的地位 我先回應一下 剛剛那位朋友 是在哪裡 剛剛那個男生 對 我覺得這個題目其實很好 但是 一個想法就是說 也許 剛剛說阿卡說 就是說 是不是NGO來思考 還是有政府思考 我就是覺得 其實台灣的資本家是 比較少 尤其企業主 比較少在這一塊桌 而已 如果說你看 紐西蘭的狀況 它其實因為 船數非常少 它就無益幾艘 所以政府是可以派 每一個observer 每一個漁船上 都有一位觀察員 那當然台灣傳數非常多的 我們現在從兩年前的 五十四位觀察員 現在變一百三十多位觀察員 政府其實有增加了觀察員的 派遣的數字 那就是一定要超過百分之五以上 但是如果你是看中心太平洋 這些島國 它為了維護自己的漁權 他們現在的做法是 讓這些企業自己付費 然後付觀察員的費用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一個 非常傾斜的漁業署 非常 過去當然是歷史的貢獻 就是我們要賺外匯 然後我們要有很多的漁貨 要外燒 所以我們的漁業署 基本上是一個 扶植台灣漁業產業發展壯大的 但是它不是為了 一個永續的海洋資源 和人權而存在的漁業署 所以為什麼要加入 勞動部的這個角色 甚至讓 就是說企業它自己有責任知道說 維持一個好的企業形象 對於它銷售漁獲到其他國家 是有幫助的 不然歐盟這個黃牌 如果拿不下來 兩年半拿不下來 紅牌 你根本430多億元 你外銷到其他國家 你根本不用想 你的漁獲根本買不出去 但是光是這一點 企業都希望政府來解決 政府哪有這麼多錢解決 對 所以我會認為 這個最後壓力會來自於消費者 只是很可惜的 因為原涼漁獲大部分都是外銷到其他國家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把這個消費者的力量 真的出來 然後讓大家知道這個CSR這件事情 不應該是直接落到政府跟你講說 你要符合人權標準 是如果你不符合人權標準 我就不滿你的漁獲這樣的概念 那我想應該是從企業端 應該也有一點這樣子的思維 我不知道那個少奇有沒有其他想法的 其實我們的確是有給漁業署一些建議 那這些建議其實都不是天方夜藍 或都不是需要漁業署去投資幾百億 其實就是譬如說在船上安裝攝影機 就是路上都有的攝影機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或者是說 把剛剛這些東西透明化 那到底這艘漁船的受益人是誰 然後或者是說這艘漁船的去年 到底做了在哪個海域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很快被執行 然後可以解決很多問題的 那其實到最後就是漁業署有沒有這個意願 或者是說現在產業能夠 有沒有辦法能夠接受這樣子的改革 等一下 還有 我又要再講有沒有 其實他們就是公開政策 有些人自從2001年發生的事情以後 他讓所有漁民的訪談公開 所以如果大家能夠push 讓漁業署把現在正在進行的 對漁工的訪談公開 這是他們最怕的事情 但是我想他們可能不想公開 那當然採訪的時候我們有push 他們說你們來我們可以稍微聊一聊 但是我自己想法是他們不會公開 這個需要很大的公眾的力量 要求把所有的資訊公開 只有資訊公開才能真正的對漁業產生影響 真正的對漁業署產生很實質的監督力量 要求你們看 就要求你 那一根結束的設備 服務業還有食物工作者對不對 剛剛那你們提 講一下好不好 提一下你們的看法 然後後面那個 我沒有忘記你 最後面那個我沒有忘記 來 服務業的那個 食物工作者 各位獎者還有羽他人 主持人你們好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聽完了之後 就是有聽到說 其實要建立化部會的 一個檢測 以及相關的勞動檢查 那其實 以我們事務所能力 我們其實有處理到 很多勞制爭議案件 但是在勞動檢查這方面 其實對於遠洋漁業 其實會有很大的困難 因為就像剛剛講的 一艘雨船出去 可能兩三年才會回來 那 那 試問如果是勞動檢查的話 怎麼在兩三年內 去 很遠的地方去檢查 那我的問題是 回歸到這裡 就是說 除了這個之外 是不是有其他國家 對於遠洋漁業 或是遠洋漁工 這樣的一個接近 直到我們台灣來參考 外國的地方 或者是 剛剛所講的 紐西蘭公開放海民工的這個例子 謝謝 謝謝 好 先等一下好了 先等一下好了 我們那位 來 讓我們再自我介紹一次 好嗎 大家都認識你耶 站起來講話 站起來 不要客氣 好 大家好 我是 以前 或下次來做 研究局 我們 我們都知道 我其實之前有在 在 在 外老餐廳 白褲 當 我當那個外老白蜜 那我其實是 討厭的面子 對 為什麼 就是對不起 自己良心 他們真的很可憐 然後我們現在 聽到這個故事之後 就是 發現還有 更慘的一群外褲 所以你要提問嗎 喔 現在已經開始面試了啦 你看 你 沒有辦法提問 你有辦法提問 你先休息好 好嗎 你這樣就退卻了 好 沒關係 我停電再給你第二輪 好 剛剛還有一位 還有 我們還有 之前還有一個 律師 我們趕快回去一下 趕快給下課 還有一位 有沒有 大家好 因為我們剛剛有一個疑問 是 雖然想到說 如果在那個海上的部分 那的確沒有 所以有收證的困難 那 那個觀察人的角色 好像有一點 就是 有一點 特別 那他有辦法 那就是 成為一種 就是 正人的角色 就是第一個 然後在第二個想法 所以我發現就是 今天這晚好像 因為 涉及國際 好像比較是一個政治化的 然後 我突然想到就是 如果說是 例如像柬埔寨 這個國家 如果他是 就是 意識形態 能在這部分 跟中國比較靠樓 那如果說 在處理節目 在移工的議題上面的話 那 他 就是 管轄權的部分 他應該就是 他如果不認為 就是台灣 是個 對國家的立場 的狀態之下 那他 勢必會把這個問題 回歸給中國去處理 那 那這件事情 是不是 就是一個 難解的問題 我就是有一個這樣的 突然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所以 他的意思是說 其實 那些 漁工 在國際上 那些漁船 其實是 中國的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責任 我們想要管也管不了 因為雪莉呢 剛剛講說 我們要講 我先讓大家 先 回答完 然後等一下之後呢 因為 咖啡館給我們鑰匙 所以我們可以待到 凌晨三點 所以 沒有關係 你們還可以繼續來問他 所以我們現在要回答完 這一輪以後 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好 我們回答完 然後再回答 你們稍微再回答一個問題 這個先兩個問題一起回答 其實 剛剛那個是 律師很沒有嗎 對不對 有一件事 我們一直沒有做 就是 台灣的觀察員 他一直沒有舉法的角色 這也是漁業署 一直不願意給觀察員的角色 我們觀察員全都是約屁固的 也就是一年一千 那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約屁固的公務員 他要怎麼直綁 在紐西蘭的狀況是 他每一艘船上都有兩個觀察員 也就是說 我在觀察你們下網的時候 另外一個觀察員 他可以 檢查其他的事情 就是讓漁船上不會有 有blind 不會被摸 因為有些觀察員 他記錄完了以後 他可能丟 什麼丟棄器生都可能 所以這是在紐西蘭 因為他的國家的船數少 那雖然台灣的船數多 但是台灣連觀察員 給他一個公共的 執法的 有譬如說 有警察權的 這個可能性都沒有 所以觀察員只能觀察餘獲 如果說這裡面 他發現有人被abuse了 他是 他沒有義務上報 然後他就算紀錄了 上面也不會管他 因為這不是他的職權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如果能夠要求觀察員 他能夠有公權力的身分 這件事情 是一個可能可以思考的角度 那第二個才是我們剛剛說的 觀察員的覆蓋率可不可以更多 這個覆蓋率是由誰來支付這個錢 那我覺得這是要思考的 那你說 你們在執法的時候 就是說你們在職業的時候 發現其實這個勞動爭議 其實我跟大家講 不只是勞資爭議 我們講的日口販運 這是一個光譜 剛剛我們只是講 剝削 剝削還真的就是 可能是某種程度的勞資爭議 我們現在講到的是 強迫勞動 modern slavery 還有human trafficking 那港口國的角色 未來會越來越重要 所以日本的狀況是 他跟國家 他國家跟國家之間 他從去年開始 大量的跟這些出入國簽合約 我要找到負責的人 我要減少層層的剝削 剛剛怡婷分享 其實他是四層嘛 我說給台灣的船東 然後到仲介 仲介給當地國仲介 然後當地國仲介 然後當地國仲介要跟你牛頭 牛頭再去找移工 這是一個非常長的剝削鏈 那日本的做法 日本也是存在很多移工 實習性的剝削 所以他們現在減少這個流程 那當然我們的外交處境是困難的 可是我們還是一個經濟的大國 我們應該想盡辦法 透過剛剛也有外交部的朋友 就是我們可不可能 透過各種越來越多的合約 還有國家跟國家之間的談判 讓這件事變得可能 然後當然還就是港口國 因為我還是有提報在很多國家 那這個港口國的部分 怎麼樣 我們也許可能沒辦法到那邊 有可能透過他們的monitor 來幫助我們做這個檢查 大家先給大家講 那我這邊也可以補充一點 就是我們一直在推管 在台灣或者在歐洲 其實就是推海上 漁船上的電子監控 那這個東西它不只可以 就是看你船上漁獲相關的活動 也其實也是對觀察員的一個保障 就是如果有一天 它突然從螢幕上就消失了 那你就知道就是事情不對了這樣子 那回答剛剛那個關於 對我自己的心路裡整個問題 就是其實我 我算比較新人吧 因為我加入這樣子的工作的這一年半來 其實改變還滿多的 就是相較於五六年前 我第一次接觸這類型的工作的時候 其實狀況已經改變很多 那從一開始沒有人知道這些事情 到現在就是這邊這麼多人 會想要來聽 會想要來關注這些問題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進步 那當然就是在每次跟漁業署 或者是政府單位就是對話 或者是就是在push他們的時候 就會回家都會覺得就是精力被吸光 但是我覺得就是工作吧 就每個工作都會有就是開心跟不開心的部分 然後要怎麼去調適 我自己之前有碰過一個 也是做 他是做非洲的這種就是恐怖組織 跟象牙泛育的一個外國的調查記者 那其實我也問了他一樣問題 我說你回家要怎麼睡 就是不會覺得很黑啊 然後怎麼睡這樣 他就說他覺得迷行那些人 他已經就是很幸福 所以他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困難 你就是要聽這麼理智的話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有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先到這裡 然後我們這次熱烈的掌聲 謝謝大家 放最後兩頁 好 放最後兩頁 你知道嗎 原來還有那個bonus 你們股館長也有 所以他要出來謝 那邊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今天請蕭同莎 一直陪到我們 陪到我們到現在 那最後兩頁是 一句幫我們準備的 就是 這話就是 就是 就是有你在報導 就其實我們 報導的存在 真的是有各位的支持 那其實我們很重要的是 能夠持續一個 定期定額的捐還 所以如果大家 有 有 有一點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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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我們不太會自我的 你幫我講好不好 對 對 不過通常喔 因為我們在做這一次 大家都知道我們都是 用自己的錢 然後 很具有 無償的 來做這件事 但是比如說我們就會 比如說 我就會希望大家到 木澤 去幫他 喝咖啡 買東西 因為其實 大家做的其實都會做很久的 所以咖啡館要留下來 其實不太容易 那 報導者呢 更不容易 因為他們 要養的團隊 跟做這件事情 非常困難 所以需要有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 他們的存在 幫我們 提升我們一些文化資本 因為你知道 你們國家有什麼 我們國家有報導者 你們有嗎 所以呢 它上面寫 可能後面看不到 每個月定額贊助是一千塊以上 你可以拿到所謂的 年度成果報告書的專書一本 然後籤筆造型的隨身碟一支 然後相關藝文活動 可以優先參與 這個價值是超過一萬元 所以你是拿花一千元 就可以拿一萬元 第二個是 每月定額贊助五百塊 然後年度成果報告書 也有一個專屬的藝文活動也有 還有呢 今天有來的 都可以跟李雪莉拍照 這個都是我給你們的bonus 我們再一次 再一次熱烈掌聲 謝謝他們 辛苦大家待到這麼晚 對對對 謝謝 然後還有最後一頁 還有最後一頁 好 沒有就是 就是歡迎把報導者 介紹給你們身邊的 親朋好友 爸爸媽媽電影妹子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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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